崔永元到底为什么执着,是犯病了还是为了所谓的正义? 说实话,自从小崔爆出阴阳合同,演员天价报酬开始,这个娱乐圈从此就占了锅,直到今天就没有平静过。 昨天深夜小崔,又在发微博,我已经整理出585名根,合作过的演职人员的资料作为案例,以Excel标格的形式提交给,我们认为这里都涉及。 相信经过总局的调查取证,一定会真相大白。 这么长时间来,围绕小崔这个爆料,网上解散不同分成两派。 的人,认为他就是神经病,这次是不是又犯病了,又抑郁了,找人发泄了,没有人关注了,刷存在感,到处乱要。 但更多人的还是担心他的人身安全,因为他每次都是指名道姓,那些被点的人,都是圈内的大佬,一向是以止气使惯了,怎么会随便让他来羞辱。 那么,为什么,他们都集体失真了呢? 我想关键小崔手里有料,没说一件事,他都会拿出相关的证据,这不是信口开河。 哪个要是顶嘴,他就会牵他的牢底,谁还会有那个勇气跳出来? 这么多天来,他陆续用蝉翅关、罐子、钉满河。 安娜发声,持续报道相关进展情况。 本以为这件事小崔就这么说说就过了,因为大家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进展情况,总以为风声大,雨点小。 没有想到,小崔就是不抛弃,不放弃,就是这么执着,一边发声,一边收集证据。 这次收集到这么多的材料,有名有姓有内容,真是难为小崔了。 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了,给那些盼子们看看,他能做到的就这么多了,很多后续的问题不是他能做的。 很多网友,认为他就是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比下唐吉赫德里的唐吉赫德,行侠仗义,游走天下,路见不平,敢于发声,揭开娱乐圈里的真实存在。 但有的人也认为他是唐狼挡车,不自量力,以一人之力,怎么能把多年来娱乐圈机构迪金。 但是,不管怎么样,我想他已经说到做到了,不要再给他多大的压力,客观上来讲,能以一己之力,做到这样,已经很容易了。 有的网友心疼他了,说,我们再怎么喜欢崔永元,也不能硬要他当英雄。 毕竟,我们在空调房里吃着瓜,看着崔永元赤手空拳的走进斗兽场,这不地道。 大家要理性发言,不要碰杀崔老师。